出门在外只有圣化司,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Ultra-S3,地表最高CP执行车记录器,EOS,来电为你的生活充电,全台最大充电服务营运商。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老师推车,今天来到现场是2021年的,马自达MX-5,再次我们应该没拍过吧,还是拍硬顶的,你看拍到都忘记了啦,一路要拍到60岁了,被羊婆婆拍,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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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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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對手 不管新車還二手車 基本上是屬於一台沒有對手的車 怎麼車跟它 同級距 一定要敞篷嗎 廢話 競品 競品的意思是什麼 那就沒有啦 同質性 好不好 沒有這樣子的東西 它是一個非常好玩的小跑車 包含我們在2001年的舊型的 雖然不是先登 但我們也在檢查整理當中 還在排隊檢查當中 這個就是一台 肯定會保值的車子 我可以在那邊跟大家講 而且呢 從它一路以來 我們前前後後遇過了幾台 確實是還算蠻保值 不管它到哪個價位 都會有人想要一清方澤 但是我有一個感覺就是 其實買這個車的也不會開太久 我其實很少遇到開這個車開很久 就新車比如說16年開到現在 好不好 如果有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讓大家知道 有多少這麼從一而終的人 但是你有第二台車不算喔 只有這一台 而且你開了 我們不要說多久 三年以上的 我覺得是沒有啦 因為我在經手的經驗 你客人都是回來玩個一兩年 就滿足了 因為這個 確實有一些不太方便的地方 而且敞鋒車是這樣 就是屬於那種 你還沒擁有的時候 你看它覺得很帥 你一旦擁有了開一陣子 你就覺得 好吵 棚子 尺度不夠高 不太好一直打開 久而久之 你就覺得 欸 好像 就這樣 然後你就換口味 我遇到很多都是這樣 跟大家介紹 今天這一台車呢 下巴 是前車主自己加裝的 百周年經驗版有哪裡不一樣呢 輪圈蓋 它的輪圈蓋 四輪的輪圈蓋 都是百周年紀念版 對 還有鑰匙 鑰匙也有100Ears 它一定是 酒紅色的屋頂 所以你看到酒紅色的屋頂 就是百年紀念版的 再來它的車側有這個 100Ears 1920到2020 打開門之後 你可以看到 一樣是紅色的那一裝 在椅子上面 也有烙印這個 百周年紀念版的那個烙印 寶石姐選 兩個要多少錢 一萬多是不是 反正人家有烙印 好不好 然後再來呢 整個地毯 包含腳踏墊 也有百年紀念版的一個 LOGO在裡面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它的這個椅子啊 是NAPA比翼 沒了 就這樣而已 百年紀念版就是那個東西 貴十萬 貴五萬 它是採用 限時不限量的生產方式 外觀只能選擇 雪白車色 喔 所以一定是白的耶 喔 百周年紀念版 一定是白的耶 然後內部就一定是酒紅色 這之前也跟大家分享過 它內部這裡有個 白色塑膠 試蓋 跟外觀是做同色的 欸我記得它按鈕在哪裡 在這裡是不是 好險我還記得 坐在那麼低的地方 排罩框上面 這裡車主有加一個 Carbon唯一 後車廂呢 軟棚版的大一點點 硬頂版的後車廂比較小 因為為了放這個棚子 差三公升 就是大概大坪的寶特瓶這樣 多了三公分的容積 兩坪寶特瓶 可口可樂 好不好 唉唷 看它這會折到耶 你想要什麼 沒事 你想要 打壓壓壓對不對 它這打開的時候會被壓住嘛 會彈起來 你是不是想要這個 這個棚打開非常容易 還是這麼小 它就中間這邊扳開嘛 一個 它這裡有一個保險開關 保險要扳 一波 往後一丟 是吧 對 好像要壓起來 要壓一下 那這樣要下車 不是不用下車喔 沒有免下車幅 啊大概壓一下 卡住了嗎 喔好了 還是要下車啊 對啊 而且也蠻大的例子 我以為可以免下車服務 這個跟上次泰山做SRK一樣 它頭可能會超過對不對 來六速手排的版本 它的這個排檔頭 長得有點像高爾夫球 它的那個R檔是在最左上 就排到最左邊 往下壓 會多一段 這就是R檔 好 然後一樣 三浮式的方向盤 那這個有定速喔 手排車也有定速 然後一些控制的資訊按鈕 然後呢 都是圓形的出風口 而且做的有點不平均喔 圓的出風口旁邊又做三個 做三個圓的 就這個放的 就少一個的感覺 可以可以的齁 感覺要有木蘭飛彈 左右隔一個這樣 然後下面一樣是三個轉盤 屬於這個機械式的恆溫空調系統 這裡有USB插槽 可以連接手機的 這樣這杯架拔起來 可以插到旁邊 這個杯架 有沒有手套箱 幹沒有手套箱欸 怎麼放東西啊 所以就只有後面想 欸我真的 到現在我還是覺得 一個包包都沒辦法 像我老婆如果都 背個後背包 後背包放不出來 它只能丟在腳 然後它這裡有一個可以開嘛 有一個那個 小小的溫姿 呵呵呵呵 這也不知道放什麼 你只能放小東西而已啊 你手拿包都放不進去 手拿包 呵呵呵呵 柏霞哥的手拿包 也放不進去 啊這什麼 喔有沒有 一扳它就翹起來 然後再拉回來 欸回來的話應該就可以喔 你看回來它這裡有做手把 對 回來就比較容易 但開啟一定要下車 然後就直接把它扣起來就好了 好 那開啟就這樣 那開啟就一定要下車 一定要吧 欸 我可以獨立完成 一個紅綠燈我就可以搞定了 人家不是說有點音器 說點音器在這個下面 我剛剛只摸啊 我摸不到啊 對啊 人家不是說點音器在這個下面嗎 欸 這樣又被網友吐槽一次呢 媽的我去趴 我去趴 等我 等我 有啊 看 有 真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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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看左邊最 手套箱的最左下角裡面 太屌了 你有沒有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嗎 你有沒有看到嗎 看到我拔起來了 太裡面了吧 真的有 網友沒有騙我欸 哈哈哈哈哈哈 原來在那裡欸 我看 如果做副駕駛座 喔可以啦 副駕駛座幫你弄 應該是可以的 好不好 好 那就叫副駕駛座幫你弄啊 我發現你也常叫副駕駛座幫你弄嘛 弄弄弄西的啊 比如說我要吃御飯糰 你要幫我開啊 不會嗎 開個水啊 我喝水 對不對 副座 常常叫副座幫你弄 弄弄弄西的 很正常吧 好不好 上面一個塑膠的烤漆 這個 我很喜歡車子其實有這樣的設計 有幾台車是這樣的設計你知道嗎 菲亞特500 或者是這個 Beatle 他們都是把這個車身外面的顏色啊 的元素有做在內裝裡面 不管是門板 或者是這邊的飾板 就有一種整體感 但這一種 銅色的設計 其實很少車看得到 好不好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車型是這種 屬於外觀跟內裝的配色有 同步的 可以在下方留言 大家研究 討論一下 OK 好像 沒什麼好介紹了 我們是不是要出去試車 我們出去試車要開棚還關棚 先開 真的要開嗎 有差嗎 收音很差吧 你回去就聽聽看 大家聽聽看 出發了 那尺度這麼高 等下在路上 人家就看到 阿呆哪個攝影機在那邊 我那邊開 每個人在那邊看 就在創拉小 好啦 走出發 出門在外只有聖帕斯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AOS來電為你的生活充電 全台最大充電服務營運商 這排檔非常的有手感 扎實 哇 開起來有那種 風低著的感覺 阿呆你的攝影機 看到我擋好後到前面 車太小了 車真的太小了 來了 哇 看一看 我跟你講啦 完命關頭只有差不多第二集 第三集以前還有開車的感覺 它會特別去強調 你記不記得那個經典畫面 那個氮氣進去 然後沿著整個管路這樣 一直到排氣管出來有沒有 對啊 還有那種感覺 還有那種排檔的那種 碰碰碰的那種感覺 我們現在來試一個高速公路 可想而知 硬頂都那麼吵了 我不相信軟頂 我要到哪裡去 哎呀 這個外觀真的是設計的美話說 每一代的MX5 我真的都覺得設計感 應該這樣講 我覺得馬自打的整體設計感 其實真的是還不錯 撇除掉用那些換年引擎 跟換年變速箱 其實它真的設計的外觀內裝 真的是設計的滿不錯的 至少是貼近名義 符合潮流的 只是那種可能有部分人覺得好看 有部分人覺得很醜 馬3跟MX5應該 很少人覺得不好看吧 我們先撇除掉說賣多貴 配備好不好 引擎變速箱是用舊的 或沒有創新什麼 但就單就它的整個外觀設計 應該是不錯的 因為我覺得車子本身 就是一個藝術品 你要如何做的 符合大部分人的美感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我現在只聽到輪噪聲好大聲 我覺得輪子就在我的旁邊 轟隆隆 我都熱血起來了 我已經當好爸爸 沒有 我不是當爸爸 我已經當標準駕駛 很久了 我很久沒有這樣子 因為我開500也不會這樣開啊 轉速不會拉啊 這個整個開起來 空空的 有追風的感覺 不是 你有在空空看過人家開篷嗎 有啊 很少吧 真的有人會幹這種事 真的有人開 什麼車 你看它是什麼車 P&W4系列的 4系列 嗯 4系列有孔子 F世代的嗎 對啊 F 對 F 它的排檔紮實 換檔的離合器片 銜接也非常的紮實 可能是因為只有跑1萬多的關係 這整體 包滿有力的 自然景氣 開自然景氣 它是愉快的 而且啊它的排檔桿比較短 所以整個握起來 我覺得是 打起來非常舊手 它排檔桿很短有沒有 所以剛好我手這樣放著 嗯 有沒有 我就可以這樣打 手就整個 整個手肘都可以放在這邊休息 不需要中央扶手 跟車沒有 科技的安全系統都沒有 最簡單 最單純 而且我跟你講我頭這樣一轉 我就可以看到盲鞠了 哈哈哈哈 啊沒有盲點 沒有關係 它有盲點 它有盲點嗎 對啊 媽的都被它在擋處 我都沒看到 盲點在哪 沒有看到盲點 我沒有看到盲點燈啊 有啊旁邊有兩個小小的 有嗎 我沒看它亮過 你確定 有有 你剛好看它亮 嗯 不過無所謂啊 因為我最近開熄煤嘛 我頭轉習慣 我不是在湊 我真的 我是認真的 我現在開11代熄煤 我要變換車道 我頭要這樣轉一下 轉這邊我看得到盲鞠 這邊我看不到 這邊剛好被 烘子擋住 所以這邊其實是看不到盲鞠 而且它的螢幕 就有檔位的顯示了 這以前讓它熄煤啊 改車要改這個東西 要花好多錢 有沒有 4 而且它會提醒我 叫我趕快換5 4到5 你發現到 4 沒有了啦 它會提醒你進檔 它不會提醒你 哦 哦 哦 啊 當然你不要 那個呢 這個 你快拍到我超速捏 我把它拍到我超速 等一下我會跟那個 桑林旺一樣捏 哈哈 老師 哈 我會叫你們那個剪輯 要小心一些 哈哈 不會了 它比較紅才會沿上 我們這種應該是還好 哈哈 哈哈 只會有人下面留言嘴一下而已 不至於到上新聞 好 這個車基本上就是非常的跳 來我過一下人工看 就是一直都在跳 有沒有 好不好 這個不是避震器有問題 這個叫路感 開這種車就是要讓你像卡丁車一樣 你在這個駕駛當中 可以隨時感受到路面的變化 我們等一下上山要開封嗎 還是我們要靠邊開封 我跟你講我可以 我可以原地開封 我不用下車 好 立門開封 退 好了 好險今天其實沒有很熱 今天27度 我們又下午拍 嗯 其實蠻舒服的 享受一下芬多金 而且我跟你講喔 附近 你這樣開附近 有人養豬你都知道 哈哈哈哈 我的髮型啦 唉唷 算了算了算了 吹得到頭髮捏 但你會不會被外拋 哈哈哈哈 現在外拋很流行 但是就有一個很奇怪的感覺 就是這邊冷氣在吹 然後上面是風濕熱的 其實這種車如果是選手牌車 就是非常富有駕駛樂趣 就像我之前講的 你可能如果是家裡的第二台車 它可能可以用來當作一台 男孩子喔 紓壓的車子 如果有人買自排 就是出去吹吹風 真的享受一下這種 在山上喔 芬多金的感覺 曬曬太陽 好不好 退黑激素分泌會比較正常一點 喔有 它有那個起步的那個叫什麼 斜坡起步 斜坡起步輔助 對 那如果說呢 你是想要體驗一下操控感的話 這個頭牌車真的很能買 因為它車身又夠低 又夠拉風 這過關很好過 因為你看到它在那個 遇到坑洞的彈跳你就知道了 這避震器其實 蠻彈跳的 像車身輕 所以其實還蠻容易彈跳的 煞車也蠻欠勁的 煞車也蠻欠勁的 其實車子輕什麼都好做啦 煞車也好做啊 車子重喔 你煞車才難做 而且它視線非常好 我轉彎整個這個A柱啊 它其實A柱蠻細的 它的視線 轉彎的視線非常好 這離心力還蠻爽的 過彎的那個很小距離還蠻爽的 是不是很久沒有 試到這種車 我聽不到你講什麼 哈哈哈哈 我是不是很久沒有試到這種車 很久啦 很爽的 我覺得方盤盤喔 如果你要開三道的話 方盤盤可能要緩 這方盤盤不好握 這方盤不好握 我很容易滑掉 抓不緊 細然後 我覺得握感不好 又太滑 因為它這個細的跟馬三的 這應該跟馬三的長得是一樣 這方盤盤應該是要改 這個吧 是不是 還要進去嗎 還是不用 我不用了吧 所以我們就要一直開棚開到回去 幹啊咧 下班時間欸 哈哈哈哈 很丟臉欸 我陪你欸 你什麼你陪我 我在它待會兒看 哈哈哈哈 比充氣娃娃好拔 比充氣娃娃 剛剛要 充氣娃娃還比較好笑 哦 尺度好高哦 你看 問題來了 前面有一個柴油貨車 所以現在整個味道 全部都跑到我這裡來了 這回去 應該臉都黑了 欸 好險它走了 哇 好臭 看這個最怕遇到貨車啊 然後那個 公車啊 或者是前面殺死一直掉啊 好啦 反正很好玩的一台車子啦 那我覺得對這個車 我覺得也不會有什麼不好的評價 但是 所謂的百年紀念版 我是覺得 蠻 我是覺得蠻無聊的 沒什麼特殊性 對 就是特殊性不夠 它如果出一個 比如說機械增壓的 或什麼 我覺得那個整個 然後就出個少數就好了 那我覺得那個整個保持性 就會好很多 但它就是只是一些配件上面的不同 我是覺得喜歡的人就喜歡啦 要不然如果覺得這個車好玩啊 就真的找個車況好一點的 不要買要配爛的 這輛車你如果要找年份久一點的 很擔心就是找到那種 改過改回來的 不要找到那種爆改過又改回來 我覺得那種就很 你回來就可能要花一些錢去做整理 那如果大部分是像這種 愜意愜意的 出去散散心走一走 擁有一台這小跑車回來 享受那個駕馭感的這種車來接手 基本上問題應該是不會多啦 那這個車市面上的售價 欸其實我不知道欸 我真的是憑感覺啦 我覺得應該是在100出頭 然後我們店裡面好像賣120萬左右吧 好不好 這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也是參考一下別人 我看別人還有的賣更貴 我想看到賣129萬的之類的 那沒關係啦 反正車子我是覺得 反正我進多少 它有利潤有賺錢我就賣了 所以我也不敢肯定說 正確的行情是多少 好不好 這是跟大家簡單的做一個分享 我是覺得這車呢 真的是一台還滿有樂趣的車 像有樂趣的車其實滿多的啦 你像你GR GR Yaris 你大概現在要買應該要花180萬 我覺得應該要花180萬左右 那BRZ會比較便宜嘛 BRZ 86 如果是手牌我們之前賣 現在應該大約會在140萬左右 那MX5呢 我覺得剛剛講了 這個其實是沒有競品的 你說這些是對手嗎 也不是吧 我剛剛講的只是說有手牌的 好玩的車 不過我發現最近有很多人會去找 舊款的86跟BRZ的手牌回去玩 這也是個方向 就是因為新款出來了 新款的有它一定的 還有它一定的行情在 那舊款的那種11年12年的 去買好像感覺價位比較清明 所以滿多人在接手這一種 已經價錢掉到一個程度的舊款 這種86或是BRZ回來 然後做一個好玩的車買回來玩 那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滿不錯的行李 而且我覺得馬自達MX5這台車 我覺得比起我們剛剛講的86小鴨 多了一份斯文感 我常常在講說 我自己啊 我自己的想像 就是你在路上看到一台車 然後你盯著那台車看 你會想像說它下來的人是什麼樣子 有沒有符合這一台車的感覺 對於我來說 我覺得看MX5這種車 給人的感覺 你看到這個車 還沒看到人的時候 就會感覺好像是一個比較斯文人的感覺 我假設沒有改裝的狀況 對啊 斯文的 穿的比較修閒 對啊 就是好像感覺還滿有Sense的 對 類似那種感覺 好像做個這個設計師啊 有沒有 室內設計的啊 還是設計人的算不算 詐騙集團的也算設計師啊 錢莊也是金融業啊 倒債的算不算金融業 有沒有看過那個阿飛與阿姬你知道 好像是梁朝偉跟張學友 然後他們互相幫對方畫刺青 我記得張學友幫梁朝偉畫得很漂亮 就是畫真的很像刺青 用原子筆畫 黃金誰幫誰好啦 假設 梁朝偉幫張學友畫就畫很像小學生畫畫 就有一個房屋啊 有樹啊 然後有太陽啊 這樣子 然後他們兩個就裸上半身 然後就出去講 大搖大牌 在試唱 然後一個刺青很帥 然後一個刺青很帥 因為畫背後他們看不到 那很好笑 然後他們去收款 結果看那個那家人很可憐 然後自己口袋又掏錢給他們吃飯 呵呵呵 我覺得以前的片都很經典 感覺都沒辦法超越 你看現在這麼多 不管是港片國片 還是一直都有在出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電影台詞的盛行 還是以前的片在流行 對啊 你看馬自達 難怪你遲到 或周星馳我們就不要講 或者是說報告班長當兵不能說真話 班長什麼了不起 我小學也當過班長 很多啦 反正我覺得為什麼 你會覺得為什麼現在的那個電影啊 都不會有那種經典的台詞 在廣為流傳這樣 為什麼 現在新世代的太遜了 以前太經典了 你們這一代太遜了 弄不出什麼新梗來 一直在消費老梗 呵呵呵呵 所以我的笑話也都很舊的笑話啊 對不對 好啦 那今天這個老師推車 我停紅燈做結尾 我看有沒有別人在投停 呵呵呵 好啦 今天這一集的老師推車在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留言 非常開心 我們下週見 拜拜 MX5讚 欸你看我停這裡 我就很怕上面的橋掉東西下來 你要不要拍一下上面 上面如果有一台車 開過去 然後碰到水靠了 然後就潑下來 啊對 開這個車真的千萬喔 剛下完雨不要開 真的 你如果對向一台車衝過來 然後水靠了 嘩 你有沒有遇過這種狀況 對向的開過去 水潑 我就看不到路了 看不到路喔 我還被潑進來過欸 我剛好開窗戶 就會有一種那種 莫名覺得很曬的那種 很不爽的感覺 那真的是被潑髒水 剛剛那個聲音是什麼車的 馬山嗎 馬山呢 啊速度 管子那麼大聲 速度怎麼那麼慢 這個車真的稱得上 平民小跑車 就是你不用花很多很多的錢 但是呢 可以帶給你開跑車的快感 這就叫做物考所指 如果有我們的觀眾朋友 有女生的話 你認識了一個男生 開這個車 你會覺得 應該感覺還蠻有sense的感覺 還是會覺得很泡 應該不會吧 但真的不好做 好不好 這做起來真的彈跳很大 好啦 掰掰 I don't wanna cry I don't wanna pull back it to waste the time I don't wanna pull back it I don't wanna pull back it 這個一家人在吃晚飯嘛對不對 然後那個爸爸就跟女兒講 女兒你要先禱告喔 然後女兒說 好那我要學媽媽一樣禱告 很乖來 喔我的上帝我快到了 就是那裡 就是那裡 哈哈哈哈 哈 啊學媽媽導票啊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